尽管在目前看来,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不会对人类的直接生活产生太大影响,然而对于科学研究研究的意义可谓重大。 人类在追寻了引力波整整一百年之后,经过好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才直接探测到了它。 首先,引力波是对广义相对论的一个最直接的验证。 广义相对论在1915起初以来,已经经过了无数很多验证,包括无数次在入场中的验证。 但是对于强引力之下的验证,双黑洞所产生的引力波却是。 接下来,引力波以光速传播,相比较电磁力,引力要弱非常多,所以它与物质的相互作用非常非常的弱。 因此引力波可以给我们提供我们宇宙几乎无阻挡的图形。 而这个几乎是无法利用我们熟知的电磁波来达到的。 利用引力波,我们可以看到宇宙的最早期,宇宙大爆炸之后的1.0到36秒开始的宇宙形成过程。 而对于电磁波而言,它最早只能看到大爆炸后的,大约38万之后的宇宙历史。 在此之前,电磁波是不能给我们提供的,所以引力波是我们了解我们宇宙形成的工具。 其次,如果还记得,在星际穿越电影中的结尾之时,主人工库破身处一个五维时空的超紧方体中, 为了将从黑洞中心所提取出来的信息传递给身处自为虚空的女儿莫非, 原来为的制造引力波效应,成功将信息传递。 从而人类得以解救,引力波从目前物理学家的认识来看, 是一种可以在不同维度传播的波,不同宇宙之间的碰撞,会产生引力波。 说不定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可以依靠引力波来判断多重宇宙的存在语物。 当然引力波还可以发现宇宙当中之前,电磁波能看到的一些天体现象, 比如双黑洞,因为它不能产生电磁波, 所以利用现有的电磁波,是探测不到这些天体的, 新的引力波却可以让我们找到它们。 尽管引力波的传播速度和光速一样, 然而它却和电磁波完全不一样, 引力波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观测窗口, 甚至可以和四百多年前,加利月,加望远禁止向天空, 所带来的影响相提并论,历史的发现轨迹告诉我们, 每一扇新的窗口被打开,都会有令人称奇的发现。 虽然LIGOV的探测能力还是有限, 一旦这个引力波的世界被撬开了一道小的裂缝, 让我们看到了春天的种子, 相信硕果零零的引力波丰收季节也不会太远,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